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考点 焊接应力与焊接变形 这个知识点呢 也是五星的 我们看一下考评 考过五次了 我们说是属于横重点了 而且你要注意 19年20年都没有考 1718年续考 所以2021年你就要注意了 那种本来又爱考 然后有一两年没考 那么就可以考了 这个知识点 像这个知识点啊 只有15年考的是焊接应力 剩下来四年考的都是焊接变形 尤其是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 就那几段话反反复复的考 那个地方你要特别的注意 而且也很适合作为实操体来考 它可以给你画一个图 然后让你来找错 中间有哪些措施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降低焊接应力的措施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我要反复的在讲这个前面原理的问题了 还是温差 一切都是由温度造成的 但是我为了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我就是要加温 加热到1700度以上 甚至2000度 然后这是我的采用的手段 我加热 但是就会造成应力和变形 所以他这讲了 我要减少应力减少变形 他们俩是一回事 你减少了应力 自然变形就少了 我要减少变形 我就要减少应力啊 那么就可以回到前面讲到减少温差呀 这一系列的来 所以他这边讲到降低焊接应力的措施 他分了两个措施 第一个叫设计措施 第二个叫工艺措施 我们主要看工艺措施 这个设计措施呢 主要是从画图的阶段 就是设计人员画图的时候 怎么来减少这个变形 所以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管不到 管不到那么前面 那是设计人员画图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原理就可以了 从画图这个来入手 第一个减少焊缝的数量和尺寸 可减少变形量 我说一个极端的问题 那不焊 它不就没变形了吗 所以焊缝的话数量越少越好 尺寸越短越好 那它就可以减少变形了 对吧 同时降低焊接的应力 变形量少了 应力少了 所以这是从画图的角度 第二避免焊缝过于集中 从而避免焊接应力峰值叠加 我们前面也是在讲这个 应力峰值的叠加的问题 包括鱼膏也是造成应力叠加的地方 焊缝太过于集中 那么它的热量太过于集中 热量集中 应力就集中 就容易产生变形 第三 优化结构设计 比如将容器的接管口设计成翻边式 少采用承插式 承插 简单来说 就一个承口 一个插口 一边大 一边小 小的插入大的那头 所以这个是也是要减少使用的 之后我们还会在管道连接里边 会讲到这种承插连接 尽量采用翻边的 都是减少应力的 设计措施 就是画图人员 设计人员从画图的角度来减少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工艺措施 那工艺措施的话 就涉及到我们焊接工艺这一块了 这里边讲到九个 九个还是从前面的原理入手 我再画一遍啊 不同的温差 由于温度场造成的硬力 然后造成的变形 所以他现在在讲减少应力 那怎么减少应力 好 从温差的角度来说 预热 汗前预热 汗后还冷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减少应力 还有我们讲的层间锤机 用小锤 把它的应力给它释放掉 还有削氢 都是很好的减少应力的方法 从原理的角度啊 第一 采用较小的焊接限能量 限能量要小 倒是应力少了 但是要确保我们能焊透 我们说了限能量 既不能过大 也不能过小 过大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咬边 但是过小 你又焊不透 那你要注意了 不能太小 较小的焊接限能量 应力少了 但是你要保证 保证我们能够融化的很好 焊接的结合的很好 第二 合理的焊接装配 焊接的顺序 顺序 合理的焊接顺序 使汉凤有自由收缩的余地 降低焊接中的残余应力 第三 层间进行垂击 层间 就是我们一层一层的焊 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是厚度比较大 需要分层的时候 要开坡口 把开坡口的话 那你焊的时候 厚一点的板 你一层焊不下来 你就要分层来焊 一层一层焊 一层一层焊 那所以每层焊完了之后 焊完一层 然后垂击 焊完一层垂击 把它硬力释放掉 避免它的叠加 焊后用小锤 轻敲焊凤及其临近的区域 使金属 金粒间的 就是微观的 金体颗粒之间的硬力 得以释放 沿着同一个方向释放 因为我们讲的 有拉硬力 有压硬力 它是不同的一种 力的角逐 能有效的减少焊接 残余应力 从而降低焊接的硬力 然后第四 预热拉伸补偿 焊凤说说 焊接预热 那就肯定会出现 焊后还冷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采用机械拉伸 或加热拉伸的方法 预热拉伸 预热拉伸 补偿焊凤的收缩 因为焊完之后 它会收缩 所以我先给它预热 给它拉伸 可以有效的 补偿焊完之后 在冷却的过程中 产生的收缩 第五 焊接高强钢的时候 选用塑性好的焊条 这个前面 我们是不是也看过了 塑性要好 它的焊条 也就是你采用的这个焊条 它的强度要略低于母材 强度低了 那塑性就好了 第六 预热 那要注意 四和六的一个区别 四是预热拉伸 关键词是拉伸 六是预热 焊前对构建进行预热 能减小温差 和减慢冷却速度 两者均能减小焊接的采用因力 就是回到我们讲的原理 第七 销清处理 你说了清气 对我们来说焊接来说 是不好的 容易产生清气孔 它是杂质 第八 焊后的热处理 焊后热处理 焊后热处理有很多 回火 退火 脆火 各种焊后的热处理的方式 都是恢复材料的力学性能的 第九 利用振动法 来消除焊接的残余因力 利用振动法 跟锤机的目的 是类似的 都是释放掉 沿着同一方向 来释放掉因力 好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九点 考过一次选择题 待会一做 你就知道了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接下来再来看大写的二 焊接变形的危害性 以及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 尤其是这个 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 考过四次了 属于还是考点很集中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焊接的变形分类 这个分类呢 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特别多的考点 面内变形 分为面内的和面外的 面内的那就显然是针对内部的 面外的就是肉眼可见的一些变形 面内的分为焊缝的 纵向收缩变形 横向收缩变形 和焊缝的回转变形 纵向 横向和回转 纵向 这就是一个纵向收缩 沿着我们这个焊缝 收缩了 就是母材比原本的尺寸变小了 收缩了 这个是横向的 就是沿着我们这个焊缝 受热的位置 它产生了变形 纵向的收缩 沿着纵向的和横向的 收缩变形 回转的 就是回转这个方向的 这是面内的 然后再来看面外的 有脚变形 弯曲变形 扭曲变形 和湿稳波浪变形 脚变形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两块母材 两块弓箭焊的时候 你焊的过程中是平的 平放的 但是受热 沿着受热的这个位置 它会收缩 从而产生一定角度 你在哪边焊的 它就沿着哪边收缩 还是由于温差造成的 这个硬力 产生的硬力 产生硬变 脚变形 尤其是适合于 一些薄一点的 结构件 好 弯曲变形 弯曲变形 特别常见的 就是这种垂直的 垂直的 焊接位置 会产生相应的 弯曲变形 这是一个 T形的 T形钢 本来应该是直的 然后变弯了 扭曲变形 这样的一个 公字钢 或者H形钢 产生了一个扭曲 这个位置的角度 和这个位置的角度 产生了一定的扭曲 然后湿吻波浪变形 常见的是特别薄的 薄板件 这都是面外变形 所以简单看一下 就可以了 也可以简单计 叫脚扭弯 湿吻 脚扭弯 湿吻 脚 脚变形 扭 扭曲 弯 弯曲 湿 湿吻 这属于面外变形 就是变形的一些分类 接下来我们着用看的是 花大三 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 先看小标题 他分了三类措施 他特别爱考的 就是分类 第一个是进行合理的 焊接结构设计 第二个采取合理的 装配工艺措施 第三个采取合理的 焊接工艺措施 他特别喜欢问你 以下哪一个属于 焊接的结构设计 哪个属于装配的 哪些属于焊接的工艺措施 所以你要把这个标题 给他分清楚 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一下 进行合理的焊接构设计 所谓结构设计 还是我刚才讲的 从画图阶段 你就要考虑的 设计人员 出图的时候要考虑的 因此这个时候 是比较早的 焊前还没有焊的 我改图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采取合理的装配工艺措施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装配了 简单来说就是组装 我如何进行组装 可以减少变形 第三个就是具体焊了 因此关键词你要圈出来 具体在焊接的过程中来减少变形 你可以按照这个流程 事前事中事后 不能算事后 事后没有了 事前画图设计 然后接下来事前的装配 组装 接下来事中的具体焊接 都可以减少相应的变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一个一个详细的来解释 第一个 进行合理的焊接构设计 就是事前画图阶段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所谓结构设计就是布局 设计就是布局 给谁布局 给汉凤布局 因此全部都在关键词汉凤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汉凤 破口 破口也就是给汉凤开破口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一个来解释 第一个 合理的安排汉凤的位置 第二 合理的选择汉凤的数量和长度 跟我们前面讲的减少应力的思路是一样的 减少应力减少变形的思路是一样的 那就是数量越少越好 然后长度越短越好 没有就更好了 没有就变 没有变形了 位置越分散越好 不要集中 集中了 热量就集中了 热量集中 应力集中 变形就集中了 所以还是这个原理啊 合理的汉凤 它的位置和数量长度 要分散 要短 要少 好 我们看一下图上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左右这个图 都是加强筋 这是汉的一个加强筋 左边这个就是不合理的 右边这个就合理的 为什么呢 左边这个两个汉凤的位置太近了 太近了 热量过于集中 应力 峰值 容易叠加 从而变形就比较大 你看我们把右边这个加强筋 给它做长一点 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汉凤就远一点了 汉凤离的稍微就远一点 这样的话 它的变形就少了 应力就少了 所以很好理解 还有就是位置尽量要对称 要分散 第三 合理的选择坡口的形式 前面我跟大家讲过了 坡口 开不开坡口 取决于它的厚度 比较薄 小于6毫米的 你直接焊就可以了 不用开 厚一点呢 你就要开坡口 根据厚度的不同 你开坡口的复杂程度不同 像这样的是V型坡口 X型的 U型的 双U 我们说的侧后板前面讲的60毫米 就6公分的板 那是侧后板 那就要开这样的双U型了 这就是已经开完坡口的 开了坡口之后我们分层汉 分层分道 给它填充进去 好 比如说坡口的形式 同样是开坡口 你看这个V型的和X型的 相对来说啊 X型的就要好 V型的就要差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你在单边开的话 受热不还是在这一边吗 在单边的话就容易产生角变形 它就会翘起一定角度了 对吧 那如果你是X型的 两边的热量是可以对冲的 两边的热量可以互相抵消 它的变形要小一点 所以坡口尽量对称 对称 但是稍微呢就是麻烦一点 对称的坡口 就倒个角 要比单边的要麻烦一点 好 这都是从我们结构设计 对汉缝如何做设计的角度来入手的 这是事前的一些工作 好 这叫结构设计 接下来第二 采取合理的装配工艺措施 什么叫装配 我们说装配一个电脑 装配一个工件 就是组装嘛 从组装的角度 因此这四个都是围绕着 组装一个东西来入手的 就好理解了 第一个叫预留收缩余量法 前面我们讲了 它会有收缩 纵向的或者横向的 面内的或者面外的收缩 那比如说 我这是一个工件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工件 他们俩焊 焊接对吧 焊完了之后 这个工件会缩小 它会有一点微缩 它会有一点微缩缩小 那怎么办 我给它下料的时候 稍微下大一点 本来应该是10毫米的 我给它下10.2或者10.3 你就要预估一下 它的这个收缩量 把它的长度和宽度 都给它微微下大一点 以此来抵消掉它的收缩 这叫预留收缩余量法 就是我下料的时候 预留出来 第二 反变形法 反变形法 常常用来控制脚变形 和防止设备核体的局部下塌 脚变形 比如说我们涂上这种情况 前面我们讲了 脚变形 就是尤其是这种单边焊 你在这边焊 焊了之后 它会翘起来 因为沿着这个受热 比较大的地方 它会收缩 翘起来 那针对这种脚变形 怎么办呢 你就提前的在焊前 给它反向一个角度 反向一个角度 焊后 焊完之后 你反向的这个角度 跟它本身的收缩 互相就抵消了 如果你预算得当 经验估计得当的话 正好可以抵消掉 所以这叫反变形法 用来对付脚变形的 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 很好理解啊 刚性固定法 刚性固定法 广泛用于工程焊接 较小的构建 对防止脚变形 波浪变形 有显著的效果 这个呢 就是刚性变形 焊接的量还是比较大 然后呢 结构件比较小 它只适合于 结构件比较小 可以用相应的卡锯 蝎子呀 这个蝎铁呀 给它固定住 那么我们反复再强调 焊接变形的最根本 就是因为温 温差 不同的温度场造成的 所以你给它固定住 不让它变形 就它没有变形的这个机会 它已经被固定住了 等到完全冷却 结晶之后 它就不变形了 这个呢 叫刚性固定法 所以适合于小的 因为结构件太大的话 你没有那么大的卡锯 可以给它固定住 适用于刚性固定法 等到它温度没有了 温差不存在了之后 自然变形就没有了 但是啊 我们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个的话 它的硬力啊 在里边 它没有释放掉 你只是给它 你只是给它固定住了 给它约束住了 它的硬力是在里边 它没出来 但是它释放周期会很慢 它慢慢的可能几个月 甚至几年之后慢慢来释放 就它里边是较着劲的啊 这是我们讲到的 刚性固定法 有一定的相应的局限性 就它的硬力会随着时间流逝 慢慢的给它释放掉 第四 合理的选择装配的程序 这个很好理解 你看装配两个字 对上来 装配工艺促使 合理的装配程序 比如说 当我大的结构件 我有大量的焊接工作的时候 你不要一次性看 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变形 我可以拆 拆分成一小块 一小块 一小块的组装 然后每一个变形 稳定了之后 再合到一起 就跟你搭积木一样的 我搭一个大型的积木 我可以分块 分成好几块 然后全部完成之后 每一块完成之后 再给它拼成一个整体 焊接也是这个样子 大型的结构件的焊接 你可以拆分成好几块焊 最后再给它拼焊到一个整体 这是选择 合理选择装配的程序 因此你看这些 基本上都是跟组装有关的 组装有关的 反变形法 预留收作预量法 刚性固定法 合理的装配程序 也可以用口诀来协助记忆 叫浴缸饭壳 李浴缸吃着盒饭来装配 你可以这样来记它 这个歌手李浴缸 吃着盒饭来装配 来焊东西 浴缸饭和预留收作预量法 刚性反变形 合理的装配程序 这样就很好记了 就原理每一个都详细的告诉大家 然后口诀也给你 根据你的需求来记 然后第三 采取合理的焊接工艺措施 这个最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每一个关键词 全部都在焊接 合理的焊接方法 合理的焊接线能量 合理的焊接顺序和方向 所以如果这个选择题 是最好选的 我们简单看一下 合理的焊接方法 尽量用气体保护焊 等热源集中的焊接方法 不宜用焊条电污焊 特别不宜选用气焊 所以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讲了 教材其实就把两个展开了 一个是焊条电污焊 和物极多性气体保护焊 其中第一个 他就讲了物极多性气体保护焊的 一个特点 就是热影响区小 热影响区小的话 它的变形就少了 因此热源集中 这是我们讲到的 合理的焊接方法 尽量采用那些自动化比较高的 焊条电污焊 它的变形大 是它的一个缺点 第二 合理的焊接线能量 尽量减小焊接线能量的输入 能有效的减少变形 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对吧 这个线能量这个 参数我们刚才讲了 在英里里边也讲了 要小 从变形的角度来说 也要小 但是你要至少能保证 它能焊透 线能量小了 变形就少了 第三 合理的焊接顺序和方向 例如 储冠底板焊接顺序要采用 先焊中浮板 边缘板对接焊缝外 300毫米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待焊接完地板和边缘板 缴焊缝后 再焊接边缘板的 剩余对接焊缝 第三 最后焊接中浮板和边缘板的 缓焊缝 这个等到我们在学储冠的时候 还会详细的讲 所以这个你不用 有同学看什么叫中浮板 什么叫边缘板 这些对接焊缝 你现在不用特别的去深究它 简单来说 就第一 先焊外面300毫米 300毫米长的这个位置 第二个 然后再焊完脚焊缝之后 焊对接焊缝 最后来焊这个缓焊缝 等到我们学储冠的时候 会详细的跟大家讲 什么叫中浮板 什么叫边缘板 相应的这些缴焊缝 缴焊缝的含义 好 最后给大家总结在一个表格里边 就是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 考过四次 17年考过案例题 17年那个案例题特别简单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首先你要明确三个措施 第一个 结构设计 是指从画图的角度 装配工艺措施 是从组装的角度 第三个 焊接工艺措施 是从具体焊 来入手 焊接来入手 具体的内容 对应好 可以用口诀 浴缸饭盒 也可以用我们讲的关键词的记忆方法 就提示大家 如果问你结构设计 那都是针对焊缝来设计的 因此你要选带焊缝的 铺口 也就是针对焊缝开的铺口 如果问你装配的 那就是黎浴缸来装配 浴缸饭盒 浴缸盒饭 如果问你焊接的工艺措施 全部带焊接 这就特别方便我们这个方法 用在考了好几次的这个选择题里边 很快就能把它选出来 然后原理你要搞清楚啊 好 我们看考点 清单第一个 降低焊接应力的措施有哪些 第二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有哪些 我说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对不对 其实你也可以混迹 减少应力了 减少变形了 降低应力的措施 他讲了两个措施 一个是设计 从画图的角度 一个是工艺措施 我们主要看工艺的那九个 那九个措施 焊接预热 焊后还冷 预热拉伸 还有这些层间垂机 震动 消轻 就是都是从原理入手的 那九个 然后预防焊接变形的措施 首先有三大类 结构设计 设计的是焊缝 然后装配工艺 装配的 都是从装配的角度 反变形 预流收缩 预量法 这一类的 刚性固定法 第三个 具体的焊接工艺措施 都是从焊接的角度来入手 好的焊接方法 小的焊接的限能量 好的焊接的顺序 对这个 逻辑很清楚 结构很清楚 你首先把这个方价给它搭起来 往里边填充就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具体的烤 烤盒的形式 第一年 十年前的题目 他说预防焊接变形的 装配工艺措施 很好 先定位上这个了 要不然你读这句话 都不想 不知道他想问什么 装配 看到装配两个字 浴缸泛合 很快就把它选出来 那你看 也可以用排除法 我们首先跟他评级的是什么 结构 对吧 跟他评级的是结构 结构设计的是焊缝 另外 具体的焊接工艺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A 合理选择 焊缝尺寸和形状 你一看到焊缝 那是结构设计 就不选了 对吧 B 合理选择装配程序 哎呦 装配都出现了 闭着眼睛选了 那装配 工艺措施 那肯定有装配程序了 C 合理安排焊缝位置 焊缝 那属于结构的了 合理的焊接 顺序和方向 看到焊接两个词了 那肯定是焊接工艺了 所以这道题 无论它怎么考 我们说过真题 你要反复刷 把每一个选项 呃 都要分析一遍 甚至把它当成案例题 做一遍 你就知道 这道题一定选B 而且本身也很简单 啊 选B就可以了 具体的这三个 我们就把它分清啊 哪些是在焊缝的 哪个是用 这个浴缸饭壳 然后以及采用焊接的关键词 然后15年问的 降低焊接硬力的正确措施 硬力 那九个了 回忆一下 啊 设计的和工艺的 尤其是工艺的那九个 A 构建设计尽量减少焊缝尺寸 没有问题 这是设计措施 B 将焊缝集中在一个区域 那不就是热量叠加了吗 热量集中 硬力叠加了 C焊接时采用较小的焊接线能量 那没有问题 B 焊接过程中层面垂击 这个 太明显的错误了 对吧 焊接过程中层面垂击 焊接过程中层间垂击 而且你边焊边垂吗 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不会选的 E 焊接前 应该是焊接的时候 焊完一层 然后等待的这五分钟锤 再焊下一层 E 焊接前对结构件进行整体预热 这个是肯定对的 预热后热都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还是很明显的选了 A C E A CE B 是避免过于集中 D 17年 指出技术人员底板焊接中错误之处并纠正 他怎么说的呢 焊接的时候 他说用了很大的线能量 先焊长边再焊短边 请问你错在哪 任何同学 即便我们没有看焊接 没有看楚冠那个内容 反着写就可以了 因为他采用了大的线能量 要采用小的 因为他先焊长焊缝 再焊短焊缝 所以要焊先短后长 这种题 就是属于超背景的题 直接5分就可以拿到了 太简单了 17年这个 对 有的年份也是有这种送分题的